这里是深圳最大的高铁站 深圳北站 可以乘坐高铁 同时也可以乘坐地铁 是深圳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很多旅客出行都会经过这里 我记得疫情未开放前 深圳北站进站是有要求的 比如要48小时核酸阴性 查绿码之类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进行了优化调整 从2022年12月7日起 购票 乘车和进出站 停止检查核酸阴性证明 也不看是否是绿码 这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我记得为开放前下高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从外省来到深圳 下高铁后就做了核酸检测 免费 现在我觉得肯定不会像之前的 出深圳北站 不管是乘坐高铁过来的 还是乘坐地铁出站 都不会再要求做核酸了 这是深圳的变化情况 那北京的地铁 现在北京乘坐地铁的人很多 大家看看 人山人海啊 现在在北京乘坐地铁 直接买票就行 不看核酸是否为阴性 也不查看行程码 这两个城市都很有代表性 我相信其他地方肯定有的 已经正常了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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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